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分享 乡党篇第十八节的话 君赐时必正习先尝之 一个国君一位国王啊 赐给孔子熟识 孔子呢一定先摆正做习 先尝一尝 这是表示对国君的尊重 有时候我看到孩子收到礼物 孩子都会问父母说 妈爸我可以拆开看一看吧 可能中国是儿女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但西方的孩子呢 拿到礼物的时候不需要问 马上就拆开了 我觉得马上拆开先看一看 也可以说是对送礼物者的尊重 所以呢下一次呢在一般的情形下 我们未必就一定要孩子把礼物带回家去看 也未必让孩子去问我们说我可不可以拆开 就好像孔子啊 拿到国君赏赐的食物 他要摆正做习先尝一尝 这摆正做习呢 也是表示对国君的尊重 君赐心 如果皇帝给孔子赏赐的是生肉 是心肉生肉 他一定是熟而见之 他一定是煮熟了 先给祖宗上贡 就好像今天呢 基督教徒呢 他们会先谢饭祷告 另外有些宗教的教徒呢 他们会先唱感恩歌 表示一种感恩 这样吃的更加健康 也是更加健康应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接下来呢 适时于君 君记先饭 那如果是国君赐给活物呢 君赐生必处之 国君如果赐给孔子活物 孔子一定要饲养起来 适时于君 如果和国君一同吃饭呢 在国君举行饭前祭祀的时候 君记先饭 自己呢先吃饭 尝一尝 敬礼仪 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啊 一定要敬礼仪 圣经记载啊 耶税呢 他也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施洗约翰说 我怎么可以替你施洗呢 主耶税说了一句话说 敬猪般的礼仪 有时候我们敬礼仪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表示对人的尊重和认可 第十九节 集军事之 孔子生病了 国君就来探望他 东手 他便头朝东 躺着 加朝服 身上盖上朝服 病了 动不了了 不能穿朝服 那骑马呢 身上盖着朝服 脱身 脱着束腰的大袋子 不能穿也盖着朝服 你看 他不管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里头 就算病重 他也表示出对皇帝的尊重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 任何情况下 都表示出对我们的恩师也好 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还是我们的长者也好 不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表示出对人的尊重呢 实时把对人尊重 这件重要的事情放在心上呢 我们好好的反省一下 这一方面自己做的如何 君命照 不驾行矣 国君照见公子呢 这个孔子啊 不等马车 驾好 他可能等不及了 就步行先走过去了 这表示啊 孔子对皇帝的命令不懈怠 马上要去 他对国君的命令呢 不是不把国王的命令 不当回事 他的态度不是慢慢的回应 而是立马的回应 这方面我们看看 反省一下自己 我们对上司的命令啊 对上 我们也不能说是命令 对上司的吩咐啊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不懈怠的态度呢 这点很重要 很多人在这一点态度上不忠心 我跟很多人分享过 一个演讲的信息 那个演讲的信息就是 成为好的领袖啊 关键是要成为好的帮手 好的帮手是成为好领袖的关键 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做一个好的帮手 他未来就不能做一个好的领袖 而好的帮手对主人也好 对上司也好 对于这个长者也好 他的态度啊是不懈怠的 现在我们来看21节 入太庙美士问 这句话其实上面已经出现过 说孔子入太庙啊常常问 有些人以为他说 这还是一个著名的人呢 还说他是圣人呢 他什么都不懂啊 其实他不是不懂 那他为什么要问呢 是保留对方的面子 因为他可能在那个场合 不适合指指点点 不适合指指点点 为了给对方留面子呢 以问代见 以问代劝 哪里做的不对 就故意以问 其实是委婉的婉转的 把他的建议啊 劝告就给了他们 这是孔子啊 做人很有智慧 那我们今天通过这几节的话呢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为人处事的态度 希望大家也能够从这几句话里面 学到我们应该如何来处事为人 面对他人 面对长者 面对上司 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 能够做得更好 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